大家要報告 上午G7市政總執行 第一位由沈林張議員執行 時間45分鐘 主席 市長 我們所謂事務團隊 大家早安 本席很高興 很早 這段落我來 我們事務團隊 來跟我們拍個拍 我們有一個臨庁 差不多一年多前 就拜託我每次拍 要來送給市長 為什麼呢 他住在我們北岳 我們永年祭 我們北岳47年的臨庁 他在說 人家在說 這個合併 過去任務財政比較好 說合併不好 法官說合併的偏好 讓大家來共享一下 關基合併呢 任務人說關基合併讚 過去有人說錯 現在法官說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過去任務到南京 到鳳山這條路 他們第一行人務要割到北岳這裏 幾月35米 為什麼都在25米 結果請好很多 市長在等多前呢 來跟王鋼 在臺賺很多錢 這我真感謝 因為中華樓要切出北岳 北岳一路 其實要割兩三個月 市長在那個風景樓 最后一段八百公桌 包括中華樓 都會討論好小 說到淫水 過去我們 變成時代 我們一千六百億的那些滴水方案 第一條還是滴神武 在我們的蘇龍市 結果整理到差不多一半而已 蘇龍市跟曹光進 會合料 還要再來後面 我也拜託市長說 在後面市長一定要做得好 我們點最油的水 比較有那麼多人 流出這樣 結果現在做好了 在旁邊 在市長在一半空一年 還來完成塞臉高的那些滴風池 過去 我們可能很多人知道 既然我們的眷情在這裡 如果我們有任務 大家喝水喝才會怕 所以榜地山在那時候 落到那時候 差不多在六萬塊 在這個地方 原來 這個地方已經蓋到 二十、二十五、三十、四十五萬 所以說 這個滴水 我如果在這裡要代表 我們任務 感謝市長 這個大雨之水 可以說得得很好 所以任務員工 一定拔到 防疫到這裡 已經超過得 在我作業館 多了一倍 比較多了 現在賣賞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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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市長當妙 這種情勢不想 ulete 勞賞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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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z d 這條路之後,不用再在電營效率系統那裡繳 這條路之後做得很好 日本人來幫我們設計,大家都有參與 市長那裡的系統製作 他發覺說要有真的不一樣 再來就是說,市長又從人物去一個晋宿流賓館 法輪流賓,那個環境又真的帶動地方 不是說環境好而已 讓我們所有的高雄市、全國的 我們所有的選手、學生 都可以來做一個很好的基準訓練 很好的運動和比賽 在這裡呢 我們要代表我們四十七年 我們包括四十七年 鄧林長要來發言 我們用我們的市長 讓人物可以帶來那裡公園 市長陪我代表我們林長來送給市長 這第一句 這兩句 是啦,我跟市長陪市長去看我們愛荷的圓頭 我不知道市長那裡有強烈 那裡有強烈 那裡有強烈 過去冠的時代齁 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來 人吃肉都客氣了 像這些骨子 就要給賣物 要賣物 要賣賣物 後來賣給市長來去比賽 市長也沒在怕啦 說好我來盯 這樣啦 你看到這個我那天感動一個說 愛,真正 這如果比較過去,要用家可能要花17億 我今天在俄羅的地政局 有這個領域 另外做一個方法 我們來伺候中央 我們來做自豐室 這是休閒的地方 房間會通三八六左右轉變 我也想說,住在旁邊的人 可能本來一間 可能那裡有大樓 有大廳 一間都蓋一杯以上 這間可以說 這機場人沒辦法做的 我們的團隊 可以想到較好的這種條件 要來做一個很好的開發 市場就不是這樣而已 這本來我要建議 以前就說出來說 我們要做的,我們來做的頭 我們還有愛和的顏頭 上面叫黑球 就在北屋社區的隔壁 那條炒水狗 那條是三百五十三年以前 我們青條時代 我們有尊責到這裡 結果年,年久沒清 那些汙女都被我來 變漢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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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如果 chorus,它講愛去到我們黑球 我們艱蝦蝦蝦蝦蝦 來接我們的曹公信 其實是史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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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蝥蝦蝦蝦... 我還要說到這裡,就要再來提醒我們的經發局 我們現在人心路的頭髮,跟本來的林務三業文区 要開發,有年代關係 所以今天我要提出說 我們的人心路,已經讓我們走很久了,車好很多 這三業很多都在那裡,中式有企業 我們現在這裡有六美,還有兩美 前幾個月前,那會抬抗 我們加務局,我們如果交給相關人員 趕快把這條路在這幾年,可以來完成 過去因為不完成,這個房地三一定要增加 要維修這個土地,可能費用已經加到兩倍以上 還要花六億六千萬 我要建議,我們經發局,要拜託說 我們以前我在土發局有拿出這個案子 本來是230公圈,在林務三業文区 因為一百三十公圈呢,我發覺太過世了 在本州的時候,本州還有兩百幾公圈 年老要開票好世了 要再去本州北邊,再去扣邊,有難度 因為土地有難買過 所以我這次呢,這個會議,我要開出說 拜託,一百三十公圈,會有頂多 旁邊還有很多土地,包括譚如我所說的 人生路的旁邊,那有人用也有 那是非法的,那沒有建設的 那塊,再結合這塊,再結合這塊 再結合我們柴邊這裡 總共有兩百二十公圈,只有兩百三十公圈 這樣我們看到的成本 這策略呢,這我也是說 自己要做的 我們配合我們政府,有基定這個土地 我們是法業沒有意味 我們把所有的金屬製品 我們隔壁有金屬中心 金屬中心也一夾要跟這塊地合作 要利用材料的借責 還有我們的策略,策略是產業用地 我們管理中心,還有低碳四萬住宅 商業服務措施 這裡還有兩塊地,我們台藏的兩塊地 我們要用低碳四萬住宅 這個區 還有觀光工廠 我們本地的中法,得意中法 要做得真好 我希望可以朝向 每個人認識擴充 不然你一百三十公圈,可能生過世 我們要去一個服務中心 要還有那些人 要再來服務這裡 這個 這個經濟的結構比較不夠 我拜託 我們警察局 把中間整個人 是不是可以康復 這點我要拜託我們政機長 看我們的看法 你有什麼看法嗎 謝謝主席 謝謝沈議員 沈議員 沈議員一直都很關心 人物財源區的開闢 那我跟議員說明 您這個建議是非常好的建議 那我們在執行程序上面 我們可能要做一些好的規劃 我們現在第一階段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財源區開闢有土地徵收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大概都是比較是 就是傾向用國公油或國公益事業的土地 來做財源區的包邊 所以目前我們規劃130公頃的土地 主要是以台塘的土地為主 那這個上面絕大部分目前是沒有工廠的 那但是您提到的這個建議就是說 周邊其實有一些工廠聚落 但是是沒有取得建造 甚至它在土地分區的使用上面 也是違反法規 簡單來講是未登記工廠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現在我們也積極的在整理 就是說包括像整個地區 國道10號兩邊 這些未登記工廠 怎麼樣讓它釋法的可能性 那我是認為說 如果是一個新的產業園區開闢起來 周邊的未登記工廠 如果能夠併入園區一起管理 然後找到一個適當的法規 讓它能夠釋法 這可能有部分的 有些部分是需要修改法令的 那尤其是我們接下來 國土計畫法已經通過 各個地方都要提我們自己的國土計畫 那我們的工業區用地 要怎麼樣有效的來做管理跟規範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我覺得您提的這個方向 是值得我們去努力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之前您也管過本州工業區 我想您也了解 我們現在本州工業區在突破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 做了環評的變更以後 開始接這個廠區以外 這個工業區以外的一些污水 來到工業區裡面做好的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未來一個趨勢 也是同時解決未登工廠的一個好的辦法 所以我是建議啦 這是... 因為英雄教室副下 應該會賠一個命啦 那裡有一個百經 因為拜託我們市府這裡說 他們政府在哪邊 不然他們沒有合法嘛 沒有合法我們市府請怎麼開單 一邊都繳十萬十萬 沒辦法 生理也很難做 那是我剛才說 他們心路要討論 民視路本來6米、7米、9米、10米 都不一樣 如果要討論他們 拜託說 可以結合的嗎 把這個工業區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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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600公頃 那裡可以出230公頃 來做一個比較有規模的工業區 產業價值可能比較不夠 不然你如果那些人要去那些服務 那些服務一幾間而已 可能比較不夠 好 那個 選議員提的意見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那我可以 讓我簡單回答一下 我們現在要 如果要讓它先走的話 130公頃這一塊 我們會先做 因為它沒有牽涉到太多 既有的未登記工廠整合的問題 因為未登工廠整合進新的 整合進那個產業園區裡面的話 它會有一個 我覺得會獨立一提來處理 我們當然可以同時做規劃 可是因為包偏牽涉到土地徵收 它的一些規劃還有環評要做 等等一些相關的問題 它會比較 如果多了一個未登工廠要納入的話 會多一個變數 會比較大 而且那個選議員也知道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130公頃裡面 我還要把民間的用地 重新做一個整併 或許還要採取以地一地的方法 那所以這個 這個園區已經比較複雜 那我覺得分段來做 我是覺得大方向上 應該是很有機會的啦 謝謝 我是說這樣 當時進行啦 你們進行進行進行 第一季進行好 第二季你沒辦法做啦 第二季像本集這樣嘛 第二季大家都要炒土地啊 第二季便座爬那些沒辦法買 就是這樣 要介紹新管 你要再徵收的時候 要來做這個工具 已經 我們市府沒辦法 那一邊幾十幾萬變過了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你如果是說 既有的衛登工廠要納入 好一併管理的話 因為土地產權應該是 它本來就私人嘛 我們大概不會是採取一個 徵收 整個徵收進來 就是說它可能要額外繳一些 支付一些公共建設 等等的一些費用 周邊的綠帶要做出來等等 這個需要政府介入去協調 這個部分是 這個部分 它獨立可以成一體來做處理 這個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是 已經開始在啟動 研究這個問題了 所以 我想是一開始 整體來做想像沒有問題 但是細節的執行上面 可能要分階段來做 好 這樣好啦 這因為 大家 他們的 要拜託外公 拜託市府這裡 可以 個案處理 他們的肌肉一定是一、兩百斤 看怎麼處理 拜託我們新華市這裡 好好來研究 這樣 這個 中山大學 我也說過幾次 市長對中山大學看 我們已經在關燃市裡 就一半了 已經丟過了 還有另外一半 還有另外一半 還有另外一半就是 我們現在有要開發 我們地政局 在我們的土壁外面那裡 有一個十二公圈 超公進的三面 旁邊有一個大賬廟 八仙廟 到那個土壁外面那裡 我想這塊 這塊 這塊 我告訴你 不是說什麼可以處理 因為這是國立學 不像我們市政府 不像市政府 可以處理 我們現在 小英已經正式了 這點 我拜託市長 市長 市長看得到 中央看 中央看得到 中央看得到 要不要 要很明確 不可以用 不可以設定 我們市政府可以 把它拖拖回來 因為這早上 任務工作 如果送一家給他們 我們軍中送二十三家 軍的 免料的 給中山大學 一百 一百 零六年 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六年 他說要完工了 搞這個 還沒燈當 還是一直在環評 這在民國九十六年 就已經決定給他們了 在一百年的時候 那時候 所有觀眾都變過 我們中山大學 我一等 我一等 一等 我們所有 大社人物 所有的鄉親 他們都在說 到底是怎樣 你們做議員都拖拖 還沒問我 到底當時要來 我這點要拜託市里 如果中山大學 決定沒有來 要明確說 不要一直講兩句話 去彈賽 環評環環環環環 那個旗山斷城 去彈賽 整個禮物也都去彈賽 包括國道市要也是 去彈賽 為什麼你們走 你們走 沒有去發展 那我看高層 我在那裡看高層 也看得到 有得到的地方 那也沒問題 如果我要拜託 拜託市長 如果這個地方 給我們高層市 我們可以做很大的 做很大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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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 我們現在統領的 我們長照 我們高層市有35萬的 65萬以上的 沒有跌棄了 你如果關一間 關一間 一間 等那個 人家中心也好 房子也好 我感覺不適合 那你看日本 日本的整個地方很好 讓這些強壁 可以說 可以說 跌到 他要怕放山 怕放山 之後他沒錢 沒錢 沒錢 最期望在這個地方 可以找到很多錢 長照中心 運動園區 一些運動設備 包括我們現在要推的 卡球 沐南足球隊 我們的棒球村 這點拜託市長 可以更重要來反應一下 我相信很多都讀大學 是不是 跟校長 校長可以做科技部長 本來我有機會 買給他 買一個 沒接沒金 說到沒了 到底沒了 到這也沒了解 這點拜託市長來 我來做一個 做一個簡單的回應 市長大夫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新議員 中山台校在我們人物航空區 這個部份跟班都沒有一個決定 變成在那裡 方會很多人 我覺得這樣實在 不是好的辦法 現在我就了解 大學太多 大學很多 再來就是 變成很多學 學校也都很看 這個教育部 是鼓勵 大學變成 所以說是不是可以出用 我在宴會的時候 這邊的 拜託 我有跟議會簽教 26號 議會請教 就是因為 是第一次的行政院宴會 那我會跟教育部 潘部長 我會問他 到底高雄中山大學 到底要不要簽校 到底這個校園 還要不要使用 如果不要使用 我覺得應該讓這個土地 還給我們高雄市的人物去攻守 那不是 還有國營企業的土地 這裏是以前 以前任務三贏區 保護總隊的對面 以前是三贏區 訓練廠所 已經放費二十幾年了 好 那我 這個我會 我會跟教育部 告訴他 是不是他們可以有一個 基礦 最快的速度裡面 對公中山大學 是不是這個部分 學地要使用 沒有 讓我們高雄有一個面子 一個決定 好嗎 好 謝謝 還有啦 我說高雄市政府 我們的辦公室 如果太過夜了 我當初也建議 市政府可以收來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總共二十四公圈 任務剛才在高雄市 官市合併的市中心 你們可以看看 在基山、公山、林門來 在高雄市區 國道一號、國道十號、國道七號 都在這個地方 都在這個地方 都在兩分鐘、三分鐘就夠了 這是很好的地方 要拜託市長說 將來也好 現在也好 拜託在中央的時候 可以拿這塊塊發聲 這塊塊這樣 牽連到大聲 不是任務發電 這塊就大聲 大聲有一塊九十七公圈的 也在那裡等 這塊 這個 我們要問一塊 這塊 這塊 大聲 這個九十七公圈 這塊 這塊 中山大學一定在旁邊 我這次很感謝齁 我們市政府在我們任務有差不多十個 區段頂政策也好 或是我們市長的或是公辦頂位都在任務 其實這裡所有的頂位好學齁 這個收益差不多一千億 任務的還差不多翻到二十個也能 我知道市政府在國道一號 後天行的旁邊 任務旁邊 都要做一個頂位 比較適合我經意說 那個環境很難 以前都剃除 搭到工廳搭到很難看 在我們那個 派出所 城關派出所旁邊 在嚴重的旁邊那裡 就這塊 四十一公圈 還在我們隔壁樓 南平 我們有一個十四公圈 再來大車這塊 這很重要 因為大車人口沒有錢 因為沒有富有地 藏好大 所有人都拔拔出來 再來風雲樓 再來嚴重的旁邊 頂頂 很重要市長說 對任務的這個 卡式 任務發電 要經過這些都更 都市價位 中位 庫大城市 開張大發電 在這裡我要問 我們那個 地政局長 你看 任務這 所有案 當時 差不多會完成 這樣 市長 市長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沈議員 跟省議員報告 這東西的時候 是因為 那個市關 合併了 所以我們 有一些 貪散的環境 這都在四縣的交界 所以我們勘選了 總共有十出的區段徵收區 有四百多公圈 但是 現在就是 一直 他們的大部 都是農業區的地方 所以都是用 愛京 透過都市計畫以後 整體開發 用區段徵收的方式來辦理 但是 有幾個地方 包括 七番 九番皮 跟農總 前面 高鐵的 高鐵路南側 這些區內 很少 因為 是 來進步 在省議的時候 有兩個區 就是高鐵路 南側跟 九番皮 高速公園 四十一公圈 那台 它是 目前的一個 審議的結果 它是說 暫時維持 一個農業區 原來的計畫區農業區 不過 第一次 這邊 會有的 開發工作 如果 支付有需要 當然我們會配合 來繼續 爭取 早上 大概 市長也有下達這樣的一個指示 我們就會配合市府的政策來辦理 至於這個大社區段徵收的部分 我知道 沈議員和張總召都非常關心 這一個大社區段徵收區的這個 區段徵收區 因為這個 所在總共有九十七公圈 它剛才在大社區的外圍的農業區 變形的 因為這個所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時候 是要辦理那個土地區的變形過 所以變形之後 就要做那個區 要求做公益性 跟必要性的蘋果 我們做了的時候 送到來進步的時候 剛才剛才 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五 那個地料所公布那個七三斷層 導致來進步 他就不送他去去 那個土正小組裡面 因為他直接就退回市政府 他說 就這個 斷層的部分 叫我們就要做 基地地質調查 跟那個地質安全的一個評估 這個部分先做了 把這個評估報告再送到內政部去 我們接著這個 這個指示料 我們也馬上就來進行 所以在五月攝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 評估選出一個廠商 來幫忙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預計呢是 近年代 可以把這個地質調查的評估報告完成 完成後的時間 比較有後續的一個作業 這個目前的進度是這樣 伊雄伯哥 謝謝 感謝台政局 對任務真的 這塊地是大小 其實沒關係 為了高雄 不要說在任務 它大小就有這塊地 這塊九十幾塊 真大 我有什麼說到這樣呢 因為我們有任務省橫庫 兩三百公斤 現後我們有在隔壁下 中山大小一定在旁邊那裡 有一塊二十六公斤 我們接著我們事務 如果要公辦 接著就是中方台有定地 再來就是大小這塊 所以總共有差不多五百公斤的 這個府地 我希望幾個單位可以結合 來打造一個產官社 一個很好的 一個店 包括英特 我們英特有起一間 一間宿舍在那裡 英特已經倒了 那塊也台藤做的 那間好好利用 來做好 來做自主社會 要在這個附近 有任務工具 有大小工具 有人工具 有人工具 還有任務工具 還有三個工具 很大的一個工業的地方 是不是那間校 將來 可以跟台藤來協商 說那間廚老的 讓我們做好 要訓練一些我們在地 在地要做這個 這個學生 要不要做這個 那些訓練 訓練之後 可以去那裡上課 這是 本社的一個建議 我後面要說一個比較重要的 感謝市長在北瓜 我們去一個全國 在亞洲同學的一個 新來的 進出六賓館 我一直找 要錢 要從哪裡來 這比較小 要很多經費 來做這個 跟選手 跟教練 這樣 那天 那天 我給他台索 跟 跟溝通 我 曾經跟議長 跟 煩機長 都去找過台索 這樣 一年要四百幾萬 可能有靠難度 我要來講 就是說 台索在任務唱 那個唱一年 交給我們中庸 一千兩百萬 台索的 人家唱 人家一唱 二唱 人家一唱 二唱 有差不多八百萬 一年有兩千萬的空水 我要問房伯局長 蔡機長 這個空污 台索的空污是 交地方分多少 我們市政府 議長 好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那個議員 他目前 空污費的前行是 中央收棄 百分之六十 報地方 好 所以如果 他剛才說的 兩個家裡兩千萬 我們這邊 分頭 一千兩百萬 我們分一千兩百萬 我們這樣 因為台索的任務 五點四十幾年 我還拿這個案子 是不是跟中央說 你們那四十八 四十八也 拿來做我們的 讓任務的這間 這個 法輪流賓館 來做一個 一千萬的 做提報一千萬 做我們這間 賠信跟維護跟管理 這間 我拜託 創局長 尤其還是市長 這裡 我們將中央拚這條錢 不然 水 有大部分 水都交給 人民 在地都沒有 這樣 我還要說 是說 前幾天的任務 在抗議 台索的任務 因為污染震盪 其實任務 是任務 又分出來 這四十幾年 我都沒有拿這個案子 要保障在地 保障在地 保障在地 在地的職業 要三十八 那天我調查資料 在地任務 很像大車大車的人 剩六八而已 每一次 每一次要進用人 都台北客 任務這些 親戶長都沒有管理 所以拜託 我們創局長 有機會 這個在地人 你最基本 要有三十八 的在地人 這裡上班 不需要人收聽 加上誤念 我們就甘願來 我們現在找不到工作 我們可以來那裡上班 這點要拜託 帶給你們 來到中央那裡 要來跟台索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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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給他們 你如果沒有盡量三十八 拜託台索 才十八十年 已經賺夠了 台索在任務五十年 已經賺很多錢了 這點 我要拜託 范機長 我們 有機會再去那個 因為法輪流賓 這個情緣 不能 不能再放在那裡 放那麼久了 我們還要走一頓 沒關係 我們要適當道德牽索也好 或是 宿主意情 說 你台索要有正面的 有正面的 拿我錢出來 在養這個 養這個球館 不然整個 我們的財政 都要養負 有時候 還會 還會養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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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一直在關心 我們的 這個 這個 鐵漢局 鐵漢局的生計 我一直在說 我還不敢說 今天比較說出一個 心來話 我們 講到這個 要採測到其他的局 說 平亞局 在六島裡面 六島裡面 就在台北市 跟高雄市 還有平亞局 其他四島都已經像 平亞科 像平亞科而已 這光靈的 我為什麼這樣說 以前平很多的時候 平很多的時候 沒關係 現在平有夠少了 我們再用這個 平亞局 在這裡 有時候會比較不好 我們都踩車下去 我們平亞局 如果可以 可以來 我們側邊 這樣 讓鐵漢局 可以更大的空間 是不是 這樣 我們對 配合 小營的政策 配合我們高雄的 健康三次 我們高雄市 可以說現在 台灣的龍頭 我們建築都拿第一名 因為高層 六島裡面 我們跟台南市 沒有成立鐵漢局而已 這點 我請 教教我們指定 對鐵漢局 有什麼 有什麼看法 市長 導致 感謝主席 感謝審議員 感謝審議員 平亞局的當時 當然 古董以來 政府 鐵漢 會退伏 我們的這些 榮民弟兄 都有很大的貢獻 照顧義男 就是要做兵 這也是貢獻很大 讓家宿安心 但是 兵營局的部分 現在 其實 我們的做兵 越來越久 整個我們的榮民的 這些長輩 當然隨著歲月 他也不會再增加 我們也看到各縣市 他們沒有設置兵役局 沒有設置兵役局 所以我是認為 很多縣市 都不是一級機關 那我會認為說 在少子化 然後 又是 很多長輩 我們要服務的對象 我們服務品質 內容 都不會改變的情況之下 那我想少子化 那我們的行政業務 也相對的很單純 所以可能在組織改革 改善高雄市的財政 我想在這樣的考量之下 我們也會做非常認真的思考 也會跟兵役局的這些夥伴 大家一起來討論 是不是朝著整病的方向來處理 那我想我們內部會來討論 在近期再來跟議會來做報告 那剛剛這個審議員特別關心 高雄市的體育處 那高雄體育處要不要升格的問題 我們市政府也是很關心 的確我們要引進整個體育專業的人才 你體育處的一個升格是有必要 如果我們要發展高雄成為一個健康的城市 就是體育跟各個城市 跟各個國家城市的交流 體育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說我們希望未來看組織的改造方面 有鐵底來解決問題 不是說為了升格而升格 所以說我們市有在思考 是不是能夠朝著一級機關的位階 用行政法人就像左信中心一樣 我們是不是朝著這個方面來沿你思考 這樣你後來引進專業的提議的人才 行政法人的部分 在專業這個部分 用人的這個部分 他可能跟一般國家體制的公務人員又不太一樣 這樣比較能夠照顧所有很多優秀專業 我們要照顧很多優秀的提議人才 所以可能要朝著行政法人 一級機關行政法人 向左信中心這個方向來做思考 但是這個部分比較複雜 我們已經有請人輸出健康會 能夠積極的沿你這個部分 希望朝著這個部分 看他們這樣去思考 為了高雄成為將來進步成為一個健康的城市 朝著這個部分的沿你 他們沿你也能夠把具體的這個部分 能夠讓我向我說明 然後再做出決定 那我這個部分 我是仍出研考會 他們都在很努力在思考中 所以我也知道 好幾次審議員 對於我們體育處 包括高雄 我們幾乎是全台灣體育的人才 運動的場館 可以說是非常齊全 非常好的一個 栽培運動人才好的地方 那我們體育處 我們現在的處長 也是非常的專業優秀 那我們認為說怎麼樣子 留住人才 留住好的專業 我們因為運動的生命都是比較短 可能高空期 時間都不會太長 如果這樣他們有很多經驗技術 能夠傳承栽培更多優秀的人才 我也認為很重要 所以我們非常重視 省議員每一次 跟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會朝著這個方向 我希望我們的人事處 研考會 提出來以後 我們也有一個好的成果 看下個會期 能不能跟省議員再做一個報告 謝謝 感謝市長 非常有同意 我現在不想說我們 到局長 法治長在全國運動會 我這樣早起看很多項庭 要拿到就算不錯 不過超過也是 也是百買 上去的身體又有缺點 我想要把教育開 可能這個企業比較沒辦法 不然要高壓 要再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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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要再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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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你也是要薪水 這位調來去體育局上班 所有人數不用再請人 我體育局報告說全家十五個 全家十五個統計到三千幾萬而已 不說什麼五億八億 那經商問跟主門問不一樣嘛 你要設計什麼大型的什麼管 當然另外一個個案 台北市要辦世界大學運動會 當然要扁三十億 去蓋一些場館嘛 我們如果要體育局 到底要花多少錢 可能不用三千萬 其他都可以去學校 找所有人員 剩餘的啦 學校現在很多學生 老師很多不夠課 可以調來那 我們不用再用很多人 我們要選一個局 你如果給評估看 要拜託原考費 評估看到底要多少錢 要拜託人數家 要抓出來 我們不一定學台北 不一定學徒 我們自己的規範嘛 這點 我覺得很好 我們家長 我先問家長 我們家長 我們家長 看 如果跳出 生家 有什麼難度嗎 這不是要把朋友叫做 還要製作 副總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神議員 我想 體育處要升格體育局 可能要 考量的是 剛剛 神議員提到 這個跟教育局的分工的問題 包括衛教部分 他的衛生 還有這個體育 尤其學校的體育部分 將來體育局 對學校體育部分 要怎麼跟教育局來分工 其實這個最大的考量點在這邊啦 好 以上 我是說不要用笑 說啊 你們高雄市齁 我們台北大陸都成立了 你去高雄市都沒去 沒去建議員 不高雄市還停到 開始跳到 早上是體育場 升格的體育場 跳出要先跳腳 這點 這可能 我在這裡痛苦的嘛 我做小孩就去高雄市 學校 社會 回到高雄館 回到高雄市 很了解 這裡的 這裡的 這裡的地方 我一直要建議說 我們學校 剩餘的空間 齁 是沒有這個啦 像我講 就講長照 中山大學一定在這裡齁 拜託我們的 社會局這裡齁 我們的社會局 做得很認真 我看任務這裡 所有的在辦這裡 外長齁 勒林啊 或是這裡照顧 學生 照顧到中部這裡齁 我們社會局這裡 副局長 喔喔 這樣都死去這樣走 我想看社會局 像幾人這裡說 社會局 邀機長你對長照 小英現在要推這個長照 你有什麼過傷嗎 局長 打我 那局長打我 謝謝議員關心齁 每年長照要上路 其實 不僅高雄全國都在看著這個新的這個長照要上路 不過其實長照十年以來 高雄 一直有在做長照 那現在就是說 因為對象有放寬 所以 我們的 服務 行務 沒有變動太大 不過對象放寬 只有這樣我們的裁員 就有很大的負擔 那這裁員的部分 以外你可能也知道說 小英 上任一奧 會有很快 有明確的答案 給 全國的 國民 說到底是要稅收制 還是要用 保險制 這個部分 如果是比較重 因為高雄 現在 長照十年的 長照的部分 我們一年差不多要7.8億 每年 按照新的對象 我們至少要增加7.5億 所以這個 全家一奧 我們全部 沒有 服務輸送的系統都很不一樣 所以現在母法已經通過了 不過大概還有十二個執法還不確定 所以這都是我們 在地的 不管是機構 專業人力 還是說 服務的一些 內容的設定 法規的設定 都有很多的考慮 其實 這幾年來 地方政府家 我們高雄市政府 社會國家 都在準備這個部分 每年希望可以上路 不過最重要的 財源的部分 一定要先確定 這樣我們才可以知道說 未來要怎樣 不過到今年年底 我們 有很多的 長照 日拖日照的據點 我們要 趕緊來把它設立起來 這是我們母親 要趕緊要做的 好 我是說這樣 不要一直靠政府的錢 可以去 跟民間 跟一些要做主權單位 可以去接一下 我們政府錢沒有那麼多 我先長照 這點 我後來去那 又跟局長來請教一下 長照很重要的 我們都會留 我們這兩年 就開始都會 好 謝謝 省議員的執行 休息十分鐘 好 好 好 謝謝